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孔子学院正在美国校园中消失 中国比亚迪BYD在电动汽车价格占升温中降价高达10% 美国议员敦促对一种新的芯片设计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应用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和布丹恩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 请大家收看 中国的孔子学院正在美国校园中消失 彭博社 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报告 大部分由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已经关闭 目前这无所旨在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仍在运营 而2019年时有96所 这些关闭是中美两国紧张关系加剧 以及美国立法威胁要削减对保留孔子学院的大学的联邦资助的结果 孔子学院的批评者认为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施加影响的工具 中国比亚迪BYD在电动汽车价格战升温中降价高达10% 日经亚洲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将在11月整个月暂时降低某些车型的价格 最高降幅达10% 这些降价措施是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推出的 其中 Frigate 07插电是混合动力车型的折扣最大 达到1.8万元人民币2460美元 而备受欢迎的Song Plus SUV将降价5000元人民币 迪亚迪计划在2023年销售至少300万辆汽车 今年前10个月已经销售了238万辆汽车 其他汽车制造商如长城汽车和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也在中国削减其电动汽车车型的价格 美国议员敦促对一种新的芯片设计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彭博社 一群由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领导的美国议员 呼吁拜登政府限制中国对RiskV技术的获取 RiskV是一种开源模型 用于设计半导体芯片 议员们认为 RiskV可能使中国能够在华盛顿的监督下 开发自己的半导体生态系统 他们敦促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对该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并要求美国企业在与中国分享技术之前 获得许可证 此举是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对芯片出口的控制 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举措 中国应用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学人 根据经济学人的报道 中国电商平台Shine和Tmue正在使用震撼战术 来在美国获得市场份额 其中较为知名的Shine指责Tmue窃取商标 并利用影响者批评自己 而Tmue则指责Shine垄断行为 这两家公司最近暂停了敌对行动 但他们对Meta Alphabet和亚马逊等美国企业的影响非常显著 Meta最近透露 中国广告商对其第三季度收入增长产生了超过预期的影响 而与谷歌购物竞争对手Tmue一样 他也是沃尔玛的一大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 Tmue和Shine正在利用直播购物活动吸引消费者 这是中国的一种常见做法 这两家中国公司正在利用一个法律漏洞 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进入美国 并进行轻量级检查 国会正在考虑是否关闭这个漏洞 中国和布丹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 经济学人 中国在南亚取得了进展 尤其是在布丹 这样印度感到不安 布丹与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争议的边界 历史上一直没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但现在情况似乎正在改变 布丹总理暗示该国可能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 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打击 布丹对印度的重要性在于 多克拉姆争议地区靠近西尔古里走廊 该走廊连接印度的东北邦与全国其他地区 中国的快递员悄悄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 经济学人 一项新研究表明 中国外卖送餐员之间的劳工活动 可能比之前预想得更为普遍 在过去五年中 送餐员举行了大约400次抗议活动 但现在一些人正在采取更为低调的策略来达到目的 不再走上街头 不满的送餐员只需退出分配送餐任务的应用程序 在高需求时段造成延误 迫使公司拒绝订单 这种行动的威胁也导致一些主管 在罚款规定上放松了 小规模罢工也成功地说服承包商提高工资 然而 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容忍更有组织和雄心勃勃的劳工活动 日本钢铁公司撤销针对丰田的电动车金属诉讼 日经亚洲 日本钢铁公司已经撤销了对丰田和三井物产的专利侵权诉讼 但将继续对中国保钢提起法律诉讼 该钢铁制造商在2021年10月对丰田和保钢提起诉讼 声称他们侵犯了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的非取向电工钢板的专利 该公司称 结束对同胞公司的诉讼是因为汽车和钢铁公司在脱碳方面需要合作 日本钢铁公司将继续对保钢提起诉讼 而分析师们认为 这个案件是为了在日本法院确立接受针对侵犯日本专利的外国公司的诉讼的先例 中国停下来悼念人民总理李克强 澳洲ABC 中国降半旗致哀李克强火化 李克强是一位改革派领导人 担任中国最高经济官员长达十年 他于上周五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享年68岁 他的葬礼由习近平主席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 这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高层级 李克强是私营企业的支持者 曾被视为中共领导层的竞争者 然而 随着习近平主席加强对经济决策的控制 他在近年来被边缘化 欧洲在摆脱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方面面临困难 日经亚洲 英国电池制造商面临的财务困境凸显了欧洲在建立自己的电动汽车供应链方面面临的挑战 英国电池初创公司P&T Power最近通过发行新股获得了资金 但如果该公司无法使业务运营起来 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资金短缺 目前 欧洲在汽车电池生产方面落后于中国和韩国 中国和韩国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英国唯一的电池超级工厂由一家中国公司拥有 尽管印度塔塔集团计划在英国建设一个电池超级工厂 但可能涉及中国拥有的AESC 而不是国内制造商 Blackpink的明星 在微博上因为夜总会表演被封禁 BBC Blackpink成员 Lisa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的账号已被封禁 有传言称 这是因为她最近在巴黎的Crazy Horse夜总会表演 Lisa的百度粉丝俱乐部账号也被暂停 据报道 中国女演员Angela Baby和张嘉尼也参加了Lisa的演出 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受到了限制 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用户表达了对Lisa的表演可能变得低俗 并引起中国审查机构注意的担忧 韩国女子音乐组合Blackpink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两名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获得寻求庇护者身份 暂停可能的引渡 外交官 两名俄罗斯公民Akel Amazon和Natalia Narskaya在哈萨克斯坦被拘留 并被莫斯科通缉 他们已被授予寻求庇护者身份 这暂停了对他们的引渡程序 但不能保证他们最终会获得庇护 Narskaya于2023年7月在阿拉木图被拘留 俄罗斯当局寻求引渡他 指控他发起极端活动的呼吁 反战活动家和音乐家Emsoff于2022年8月首次在俄罗斯被拘留 面临反对战争活动的极端主义指控 共和党对图伯维尔的残酷攻击极其可能意味着什么 华盛顿邮报 国会的僵局经常被默默地放任 而在参议院 这一点尤为明显 一个参议员可以通过所谓的阻止 静悄悄地阻止关键投票 周三晚上 参议院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他决定将汤米 图伯维尔参议员来自阿拉巴马州 对军事晋升的历史性封锁公之于众 对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来说 这是一个惨痛的经历 很少见到同一党派的成员以这样的方式攻击一位立法者 他们由乔尼 恩斯特参议员来自爱荷华州 和丹沙利文参议员来自阿拉斯加州带头 暗示托伯维尔失言了 他们暗示他害怕解释自己的行为 他们断然否认他的说法 急着不会对军队造成伤害 他们提到他没有服役的经历 暗示他不像他们那样理解这些问题 他们有效地指责他为了危及国家安全而迎合邪恶的独裁者 乌克兰最新消息 美国新制裁打击俄罗斯能源和矿业部门 日经亚洲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 针对能源 矿业和制裁逃避等领域 这些制裁还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的 KUB-BLAY和Lancet攻击无人机 以及参与西伯利亚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发的一家重要公司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司令警告称 与俄罗斯的战争正在进入一种新的静态和消耗性战斗阶段 这可能有利于莫斯科 并使其重建军事力量 他称 空中力量是乌克兰打破这种战争的最重要军事能力 此外 据报道 朝鲜正准备在俄罗斯的协助下发射一颗军事侦察卫星 这是继今年早些时候朝鲜两次失败尝试之后 最后 日本国际合作机构的基辅办事处已重新开放 将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及时援助 日本政府计划在2024年初举办一次促进乌克兰经济复苏的会议 埃及再次通过5亿美元的日本债券交易进军亚洲市场 彭博社 埃及在日本国内债券市场发行了约5亿美元的债券 以筹集资金来应对其持续的外汇危机 这些为期5年的50债券年息为1.5% 这次发行是埃及努力多元化债务 延长负债期限和吸引新的全球投资者的一部分 埃及一直在寻求亚洲的资金 因为它在努力获得额外融资 并面临零年初可能发生的新一轮贬值的前景 此次发行是在汇域评级公司对埃及信用评级的报告之前进行的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和目的投资者服务 已经下调了该国的主权评级 众议院准备就143亿美元的以色列援助进行投票 与参议院展开对决 雅虎 预计众议院将在周四 就一项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援助的法案进行投票 以支持其与哈马斯的战争 这一举动将与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 在对乌克兰援助和提议的资金削减方面产生冲突 这是众议长迈克约翰逊的早期领导能力考验 今日股市新闻 股市上涨 道琼斯指数上涨500点 投资者押注联邦加息将结束 雅虎 周四 股市飙升 投资者押注美联储即将结束加息行动 并评估了一系列新的企业业绩 科技股重点指数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上涨约1.7%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约1.5%或500点 在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22年来的最高水平后 这三个主要指数在周三收盘时均出现强劲增长 根据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 交易员现在预计今年不会再有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为85% 而在美联储政策制定会议前一天 这一概率为59% 众议院共和党继续推动为以色列提供145亿美元援助 但没有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 美联社 众议院周四正朝着通过1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迈进 这是对于哈马斯的战争做出有力回应的美国举措 但也是新任议长迈克 约翰逊采取的党派方式 对民主党和总统乔拜登构成直接挑战 美国报告称 今年高中生吸电子烟的人数下降了 美联社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 美国高中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 已从去年的14%下降至10% 高中生使用其他烟草产品 如香烟和雪茄也有所下降 高中生使用电子烟的减少归因于提高价格 和限制销售给年轻人的努力 然而 调查还显示 过去一个月内 使用过至少一种烟草产品的初中生比例 越有增加 布林肯下周将访问日本 韩国和印度 日经亚洲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计划在中东执行后访问日本 韩国和印度 以加强在印太地区 朝鲜和其他问题上的合作 布林肯将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 讨论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问题 然后他将前往首尔与韩国官员会晤 讨论处理朝鲜和中东紧张局势的问题 最后 他将访问辛德里参加一场两家两对话 加强在安全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全面新制裁 以应对乌克兰战争 路透社 美国对俄罗斯未来的能源能力 制裁逃避和对乌克兰军队和装备构成威胁的自杀无人机 实施了制裁 美国针对参与西伯利亚项目 Arctic 2LNG的开发 运营和所有权的重要实体 以及俄罗斯军方在乌克兰使用的 KUB Black和Lancet自杀无人机进行了制裁 美国还打击了阿联酋 土耳其和中国的制裁逃避行为 独家报道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在停止四年后 恢复进口委内瑞拉石油 路透社 据报道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PetroChina 计划从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 PUSA购买每月 多达80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 已恢复因美国制裁 而中断了四年的贸易 美国财政部于去年10月 暂时解除了制裁 使委内瑞拉能够重新 向其主要客户出口原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与PUSA的合资企业 提供人民币支付方式 以每天约26.5万桶的速度 购买委内瑞拉原油 旨在重建现金流 和用于生产投资的资本 在制裁之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每月购买多达6艘200万桶的 委内瑞拉原油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多样的新闻 从教育 汽车 科技 到国际政治等各个领域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 孔子学院在美国的消失 根据报道 由于中美关系紧张 以及美国政府 对保留孔子学院的大学的联邦资助 进行削减的威胁 大部分由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 在美国已经关闭 这些孔子学院被批评 是中国共产党 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 施加影响的工具 不过 我们也要看到 孔子学院在过去的几年里 确实起到了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比亚迪在电动汽车市场中降价的消息 随着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比亚迪计划在11月份暂时降低某些车型的价格 最高降幅达到10% 这对于那些打算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来说 无疑是个好消息 同时 这也显示出 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正努力降低电动汽车的价格 以扩大市场份额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艺员敦促对一种新的芯片 设计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的消息 这群艺员呼吁对RiskV技术实施出口管制 并要求美国企业在与中国分享技术之前 获得许可证 这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 而加强对芯片出口控制的一部分 这表明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趋势 表示关切 并试图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的技术获得 在科技领域 中国的应用程序 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根据报道 中国的一些应用程序正在使用各种策略 在美国市场上获得市场份额 这对于一些美国企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这些应用程序利用直播购物活动吸引消费者 并利用一个法律漏洞免税进口商品 这一情况引起了国会的关注 并有可能导致对这一漏洞的关闭 这一问题涉及到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技术竞争 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方面 中国和不丹旨在解决长期存在的边界争端 不丹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边界争议的地区之一 而最近不丹暗示可能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 这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挑战 这一情况显示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增加 特别是在与印度的关系上 这对于印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不单靠近印度的东北邦与印度的内陆地区相连 在国内新闻方面 中国的快递员正在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 一项新研究显示 中国外卖送餐员之间的劳工活动 可能比之前预想的更为普遍 一些送餐员正在采取更为低调的策略 通过退出分配送餐任务的应用程序 造成延误 迫使公司拒绝订单 这种行动的威胁也迫使一些公司 放松了对送餐员的罚款规定 这一情况表明 送餐员正在寻求改善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 并且他们的行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国际经济方面 日本钢铁公司撤销了对丰田的电动车金属诉讼 这表明日本钢铁公司 在考虑到与丰田和中国宝钢的合作 以及减少环境影响的情况下 做出了决定 这一案件可能为日本法院确立接受 针对侵犯日本专利的外国公司的诉讼的先例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消息 李克强是一位改革派领导人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去世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哀悼 这也是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高层级对他的尊重 李克强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担任中国最高经济官员 并被视为中共领导层的竞争者 然而随着习近平主席对经济决策的控制加强 他在近年来逐渐被边缘化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看到了中国在教育 汽车 科技 国际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和挑战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情节 我们期待与您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